这个世界的人命有多卑贱 随便走在一个街角 都能嗅到腐臭味 甚至天天都有大批尸体运出城外 阿让为了和女儿离开这里 她跑到小树林 取出自己私藏的财宝 准备前往英国 可是另一边 她的女儿并不想离开这里 尽管城市每天都死人 科赛特依然不想离开 阿让出去后 科赛特在别墅发现了马修的情书 恋爱脑上头的她 在明知父亲是逃犯的情况下 竟然选择拖时间与情人见面 阿让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允许科赛特一天后再离开 就在同一天 黑心老板假装死亡 偷偷地逃出了监狱 夜晚的时候 她来到阿让的别墅 准备伙同几个混混杀了阿让 但是他们的偷摸行为 却被卷发女看见 卷发女为了不让父亲杀人 亲自出去阻止父亲 但是黑心老板根本不是人 为了杀掉阿让 竟然连自己女儿都要下杀手 好在卷发女发出了尖叫 引起了别墅内狗子的尖叫 黑心老板知道事情可能暴露 于是屁颠屁颠地离开了 没过几分钟 马修偷摸翻墙来到了别墅内 科赛特连忙告知马修 自己即将离开 马修听说科赛特要离开 于是就对科赛特表白 科赛特始终是个少女 马修的一番话 直接动摇了他离开的想法 但是他们相约的是 被卷发女看见了 卷发女喜欢马修 于是他找到阿让 告知了科赛特约会的事 隔天一大早 阿让来到科赛特房间 准备喊科赛特起床离开 但科赛特表现得非常不愿意 临走的时候 他写了一封信 将信件压在他与马修约会的地方 来到一处落脚点后 科赛特还是担心马修 想要出去找马修时 直接被阿让拦住 叛逆的科赛特 甚至还因为阿让的阻挠 对阿让说出了过分的话 其实阿让拦住他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就是外面发生了暴乱 第二就是他不确认马修会爱他 阿让不想科赛特不谈妈妈后尘 另一边 马修来到别墅 他的书信也没看见 因为那封书信被卷发泥拿走了 得到书信的卷发泥 也没有将书信交给他 生无可恋的马修 最终决定去参加反抗军 另一边 FBI为了稳固政权 杀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反抗军 而固执的阿威 自从得知阿让消息后 认为这次反抗军的暴乱 一定是阿让发起的 18年来 他一直从未放弃抓捕阿让 为了抓到阿让 他还亲自冒充反抗军探消息 可是还没等他见到阿让 就被反抗军内部人认出 同时也被反抗军抓了起来 夜晚的时候 FBI发起了总攻 想要一举消灭反抗军 此时马修站了出来 他抱着一桶炸药 威逼FBI撤退 否则就同归于尽 FBI怕死不敢贸然过去 硬生生的被马修逼退 就在反抗军取得胜利时 一名受伤的士兵突然开枪 他的目标是马修 但被卷发女挡住了 卷发女也因此被打中要害 但是临死前 他还是将书信交给了马修 马修得到科赛特地址后 委托了一名男孩 将书信送了过去 可是书信却送到阿让手里 很快阿让就去到了反抗军内部 同时也见到了被绑的阿威